肖战又一现代剧宣发,女主被曝迪热巴,网友,剧作选角堪称完美,提起肖战,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吧? 2019年由肖战,王一博主演的双男主作品《陈情令》开播后瞬间吸粉无数,受到不少网友的热议,随后肖战,王一博更是凭借此剧大火,而后肖战更是出演《庆余年》。 与王一博相比,肖战的星图确实有点坎坷,在事业最好的时候,因为R27事件人气一落千丈,当所有人都以为肖战的事业就这样被终结时,2021年肖战,黄景瑜主演的《王牌部队》开播后,便收视率居高不下,王牌部队让肖战东山再起,而近日热播的余生,请多指教,更是让他人气大涨。 尽管如今,孟美琪因之三当三事件而人气大跌,但平心而论孟美琪的实力还是非常不错的,而如今肖战重回巅峰,作品自然少不了。 这不近日就有网友爆出,肖战将与当红花旦迪丽热巴合作新剧《很想很想你》,该剧根据莫宝非宝的小说而改编。 迪丽热巴佳行传媒中,继老板杨幂之后唯一一位一线艺人,在杨幂的运作下,迪丽热巴更是拿下了2018年精英女神奖,尽管被称为注水女王,但依然不可否认,迪丽热巴的演技和颜值还是非常不错的。 出道以来,也有着像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、《麻辣变形记》、《三生三世枕上书》等作品,特别是最近的热播剧《与君初相识》中饰演的纪云和,更是让很多观众感到惊艳,无论是肖战还是迪丽热巴都是颜值和演技在线的双料艺人。 如今,肖战和迪丽热巴终于迎来了要合作的好消息,而且两人即将合作的作品还是莫饱非饱的作品,男女主演技和颜值双双都有看点。 再加上又是一部不错的剧本,想来很想很想你,这部作品毕竟会是一部不错的作品,接下来我们就拭目以待,等待这部作品的最新消息吧。